這首歌其實想說的就是 其實我很努力去搞笑給大家看 我知道一定觀眾是最想看搞笑的東西 但其實我自己都很想做到音樂這件事 我嘗試翻譯一下保錡的東西 簡單一點清晰給大家知道 其實這首歌一定是圍繞著保錡對音樂的夢想 追求 但是在大前提下 我們當中這個過程裏面 保錡也有很多感受 也是我作為第三者去觀察他的路上 也有很多困難也有很多感受 我們嘗試把這些東西混合在一起 去寫一首歌 去表達出保錡他自己 其實他對音樂路上追求的過程 他的心態有沒有轉變 或者他帶著什麼心態去唱這首歌 去繼續做他要做的音樂 至於我的身份 其實在跟他們開會的時候 跟T.Rex另一位寫詞的 一起跟他合過 就說那段Rap應該以什麼姿態出來最好呢 我們藝人在這條路上 其實就會充滿著很多批評 很多負評 這些是基本的 一定要有的 所以T.Rex就說 會不會是拿一些網上討論的 一些很難聽的字眼 或者一些說話 對保錡的意見 批評 可不可以寫一些詞 關於這方面的東西 就是跟他在歌上面做一個對比 我自己本身是喜歡Rock的 那我很多人都知道 其實我喜歡X-Japan Bang的東西 其實我是Rock的東西 我是很喜歡的 但是我覺得 這次是一個 終於可以做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做了兩首情歌 那我今年出的第三首歌 我希望是搖身一變 告訴別人 其實我不只是可以做情歌 這件事 顏僑藝買的東西 我都可以做到 嗯 而至於我為什麼會參與呢 其實音樂上面 我坦白說沒什麼追求的 真的只是興趣使然 音樂上面 當然是為了撐兄弟 難得保錡真的邀請我 其實J-Rock方面 一定要有夾band的元素 我們就比較貪心了 我們夾band元素又拍 然後劇情的元素裏面又拍 劇情表達什麼 劇情表達的東西 就非常簡單 看過片就有了 但是呢 這個band的元素 如果大家 只要我們這首歌 過到1M 我們就會立刻放這個 全版的band出來的 都是這麼長的兒子 都沒試過玩這些造型 噴佬 勇氣 厲害噴佬 但玩下去 原來挺有型的 原來自己都好像可以拿到 喂 保錡打電話來 是 喂 強尼大哥 沒握手 聽了半句 已經說可以了 真的 我們合作都很多 很多 強尼大哥真的超級好 跟他合作了這麼久 他看了我出道 到現在 可以拍MV 邀請他拍MV 這件事都是很感動很感慨 喂 那些叫做什麼 《恨碟不成光》 不是啊 是 現在這樣才是難得 是 人要經歷一下 高低 現在的東西很可貴 現在是珍惜 可貴 我和他都一起做事 我感覺到他現在是 很懂得珍惜現在的東西 這幾年他有變化 現在他懂得珍惜工作 珍惜所有的機會 整個人是不同的 沉實了 謝謝 真的 因為 之前也有不開心 也有跟他分享 我以前是覺得自己不太成熟 所以今天 出了這首歌 其實是有前因後果 這首《Am I Crazy》的歌 或者MV裡面的呈現 或者請任何一個人 都有原因 有時間 和經歷 這次我自己很開心 找到你們 做客串的MV 為什麼答應我 給我客串的MV 客串我這個MV 問他 問他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 其實直播的時候 已經丟好 說 遲些如果有MV 一定要找我們一起做 我就說 真的有想意 對 然後我就FIRM 因為初頭FIRM的時候 我以為他講話 就是亂說 因為他之前說FIRM上我直播 都FIRM了差不多一年 那我心想FIRM FIRM 應該都是聯絡的 不是的 這次酬勞方面 收到是七位數字 對 十八千萬 十萬八萬 會多過我的MV 你們將來有MV 我又傳回後面的 所以 可以 還有後面的朋友 對 對 還有你放心 因為我們對上的MV 七天破八萬 對 放心 我們腳 很好的 對 真的 輕鬆 要請吃自助餐 可以 我們還要拍一條FIRM 就是說 今天拍了MV 可以吃自助餐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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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我們三個MV都一樣 其實 由烏索到羅曼泰 蘇文斯到這個MV一樣 一定是沒有親熱的 我講你今天的角色 我今天是一個 對你沒有興趣的女朋友 那這個角色有什麼發揮? 就是瘋狂想你的缺點 不是的 但我覺得自己也有很多優點 是嗎? 是 但其實我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這次來幫你拍MV 有什麼報仇 有利是